1947年11月3号,香港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宴会,由李基生、何湘宁等发起,马旭伦、郭沫若等71位民主人士及中共香港地下组织领导方方、张汉夫、乔冠华等齐聚一堂,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彭泽民庆祝70岁生日。 当记者问及此事时,彭泽民之女现已年过八旬的彭润平却笑道,其实那不是通俗理解的庆生。 其实蛋糕也没有,葡萄酒也没有,不是我们凡人熟悉看的那种生日会,它是一个政治生日会,其实就是让这些民主党派的同志人士朋友聚在一起呛所欲言,谈自己的政治观点。 彭泽民青年时在南洋谋生,同盟会成立之初,便开始追随孙中山,回国后投身革命事业,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。 1927年南昌起义是彭泽民经历的第一次战火,他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。 而后他来到香港,家产被国民政府查潮一空,全家一贫如洗,且隐姓埋名无法公开从业,即便这种情况下还尽力帮助其他来港的共产党人。 后来他跟吴玉璋、林伯渠、周恩来、陈延连这些人无私坦诚地合作,在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国民党、反动派的斗争中,政见一致成了患难之久。 彭泽被捕以后在上海被害的,那个彭泽的母亲周凤找了一个房间,安顿好阿婆和她那个儿媳妇。 1933年,彭泽民取得挂牌行医的资格,但在彭润平印象中,家中从来没有余钱,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了。 在长期的斗争中,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与彭泽民结为朋友。彭润平游记得,1947年生日宴会上,在港中共同志在大红筹簿上写下联名助辞。 生日时候,香港中共组织地下党,特意写给彭泽民的一个足受的货词。 记得两句话,五岭之南有蓬劳,品地真存气节高,生硬气球,其党贤,自同道合,被相关。 1948年4月30日,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,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八个民主党派积极响应。 农工党由彭泽民代表在电报上签了名,他那时已年于古稀,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毛泽东邀请,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。 农仁平至今游记得,与父亲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,见到毛主席的场景。 哎呦,说毛主席见我们,我都都蹦起来了。 哎呦,我心蹦蹦跳,我们赶紧都围在毛主席面前啊。 毛主席说,默默我们脑袋,默默肩膀,说,你叫什么名字啊? 毛主席说,你长大了,做什么呀?我就知道劳动模范。 我说,我答应毛主席的事,绝不食言,我一定要做到。 新中国成立后,彭泽民先后担任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,中央副主席,还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,全国桥连副主席,中医研究院明医院长等十多个领导职务。 但仍几处时间为人看病,彭老去世是在1956年,那年的一天,彭润平在大学考得好成绩,回家拿给父亲一看,父亲当即赴诗一首,这成为了他留给彭润平唯一的财产。 没有共产党,没有新中国,没有解放军,有你吗? 他这么教育,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财产,就这一首诗,叫我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宫。